- 再次一遍再次播放 - 再次一遍再次播放 - 過去愛妻的形象都是假的 - 其實大麻的醜聞 - 被韓國玩友票選為 - 最期待付出藝人第一名的 - 嗨我是Demi - 歡迎來到我們TEEPER推一波喔 - 在韓國啊 - 他們的道德標準可是出了名的嚴格 - 韓星們一旦不小心犯了錯 - 人色大崩壞後 - 就很有可能永遠不放翻身了 - 今天我們就這裡了 - 十一位 - 曾被判刑 - 有過醜聞後 - 成功復出的韓星 - 如果你們也喜歡可以開玩音樂 - 偶像、戲劇、傳達及美妝 - 歡迎大家右下角訂閱我們 - 並開啟小鈴鐺 - 最後別忘記追蹤我們推一波IG - 及臉書社團唷 - 第一個 - 朱志勳 - 2006 年因為飾演韓劇公 - 野門王菲男主角而爆紅 - 當年更獲得MBC演技大獎 - 事業持續的向上 - 大家好 - 我是朱志勳 - 我 - 不過卻在2009 年被爆出 - 吸食大麻的醜聞 - 他隨後也承認此事 - 讓他演藝生涯帶來超大的巨變 - 星象直接毀於一旦 - 儘管朱志勳極力道歉想要挽回星象 - 但當時網友卻不買單 - 正式退伍後全面付出 - 卻還是沒有工作邀約 - 是直到2017年以羽生同行 - 再度引來觀眾的注目 - 殺人之后花糖用度 - 憑著厲害的演技 - 讓他谷底翻身 - 近幾年再憑著 - 施戰朝鮮的加持 - 讓他人氣重回事業巔峰 - 終於走出低潮 - 重新獲得觀眾的好口碑 - 如今也再次創下漂亮的好成績 - 也期待朱志勳再次帶來厲害的作品 - 我是看了《施戰朝鮮》 - 我在回憶起 - 天啊 他就是當時公演版王妃那個男主角 - 他現在很成熟的氛圍就是超帥的 - 第二個 徐瑞芝 - 被韓國網友票選 - 最期待付出藝人的第三名 - 因為拍攝雖然是精神病 - 但沒關係而爆紅的徐瑞芝 - 去年被爆出控制舊愛金正賢 - 叫他不能拍愛情戲 - 遇到女性必須冷漠對待等恐怖情人的行為 - 連當時同劇的女主角徐璇也被無理對待 - 讓她的人設大崩壞 事業重重受挫 - 之後在接連被爆出涉嫌造假的學歷 - 上工作人員土焉罵人 - 不爽就不給飯吃 種種態度超差等黑歷史 - 雖然當時有一方的工作人員出來為徐瑞芝平反 - 但因為形象實在大受打擊 - 讓他當時的廣告 戲劇全部被換掉 - 我錯了 - 消失成績一年後 - 近期正式以新劇夏娃的醜聞回歸螢幕 - 劇裡面徐瑞芝裸身的挑戰 - 使走進場戲 - 引起大家熱議 - 手機播出收視也還不錯 - 那經過這一年多的沉澱 - 也是相信他真的有在反省的 - 那也希望未來他可以帶給大家 - 更多更多很棒的影視作品啦 - 第三個 影恩惠 - 大家好 我是尹恩惠 - 當時因為拍攝的公野蠻王妃及咖啡王子一號電而爆紅 - 怎麼這麼嘰嘰? - 殊不知在2015年以設計師身份參加中國節目 - 女神的新衣節目奪冠時 - 被品牌設計師指認他抄襲自己當年3月的作品 - 當時面對爭議他沒有正面的回應 - 竟表示 - 很抱歉引起大家討論 - 我會成為更加努力的影恩惠 - 也因此讓他過去的好成績瞬間化為烏有 - 2018年一直上綜藝求復出 - 在宣傳當時新作品《心動警報》記者會時 - 再度為服裝抄襲事件鞠躬道歉 - 最近在節目《玩什麼好呢?》現唱歌曲 - 因為演戲表現亮眼 - 很多人都忘記他曾經是女團的議員 - 其實我是有一個歌手出身的演技者 - 沒什麼機會可以做到的機會 - 略在沙亞的好歌喉 - 讓台下所有人都驚艷 - 直呼他太會唱了 - 時歌多年的風波 - 也祝福影恩惠的演藝之路 - 能持續走花路 - 第四個 金軒虎 - 因為韓劇海岸村恰恰而爆紅的金軒虎 - 被韓國網友票選為 - 最期待付出的第二名 - 去年遭到前女友爆料 - 被逼墮胎等一連串私生活的爭議事情 - 讓金軒虎的形象受到大大的打擊 - 但你們因為我的印象有多大的打擊嗎? - 公司中斷了所有的活動 - 還從固定綜藝 - 兩天一夜中下車 - 原本大家都覺得 - 金軒虎就會完蛋的時候 - 韓國媒體滴社 - 就收獲舉報揭露女方不失指控 - 女方原本爆料說金軒虎得知懷孕 - 狠心要她拿掉 - 但其實真相是 - 兩人協議好要送走小孩 - 女方說金軒虎在墮胎後態度改變 - 但事後收到舉報 - 有看到兩個人一同去咖啡廳的照片 - 中中女方說謊的行為曝光後 - 才讓她形象逆轉成功 - 如果她難以後就不能拿著 - 如果她贏了那裡 - 時間是必須的 - 原先的八個廣告及電影悲傷熱帶 - 都表示願意繼續和她合作 - 持個七個多月 - 金軒虎終於在生日 - 五月八號時更新IG - 表示我的不足 - 而讓大家度過了一段艱難的時間 - 我感到非常抱歉 - 今年的生日感謝大家為我的祝福 - 製作公司釋出 - 她正在為舞台劇 - 冰崩168小時做準備的側拍照 - 讓粉絲們感動到不行 - 紛紛替金軒虎加油打氣 - 六個安仔嫻 - 演員安仔嫻2019年和前妻聚會善傳出婚變 - 當時聚會善指控兩個人生活失去火花後 - 她想要守住婚姻 - 但是安仔嫻執意要離婚 - 之後網友也爆料安仔嫻在生日前一天 - 丟下聚會善和其他幾位女性喝酒慶生 - 讓大眾紛紛指責她 - 過去愛妻的形象都是假的 - 事情爆發後 - 她形象受挫 - 也讓她從節目新西遊記下車 - 但三週後事情有了大反轉 - 滴舍公開了從2017年兩人的對話記錄 - 對話記錄完全可以看到 - 聚會善扭曲了很多事實 - 最後甚至跟安仔嫻要一役才答應離婚 - 還持續一直追加要房子等行為 - 不過聚會善啊 - 她在看了滴舍公開對話內容之後 - 她自己又在IG上面公開說 - 欸離婚呢 - 主要是因為跟她同居女演員外遇這件事 - 之後就開始一連串的提稿 - 而且也因為滴舍曝光這件事情 - 讓原本支持聚會善的人抱持著疑問的態度 - 最後安仔嫻沉疾了兩年的時間 - 重新回歸信息遊記 - 讓很多粉絲非常感動 - 她成果來了 - 看到他們的事情啊 - 只是說感情這件事情 - 真是太難去分一根誰對誰錯了 - 因為畢竟那是 - 兩個人之間發生的事情 - 沒有人知道 - 第六個 永浩 - 一直都是韓國人民心中積極又正面的永浩 - 在去年初被爆出違反防疫規則 - 當時韓國禁止五人以下的私人聚會 - 以及晚上十點後餐飲業禁止營業 - 雲浩和幾位好友在餐廳待到了凌晨喝酒聚會 - 一起吃嗎 - 之後還查出他在的餐廳是非法娛樂酒吧 - SM娛樂也緊急出面解釋 - 雲浩當天是首次拜訪該家店 - 並不知道酒吧是非法的 - 且現場有小姐作陪也不是事實 - 隔天雲浩也馬上發了長文真心誠意的道歉 - 但因為他的過往形象太好 - 讓大眾覺得被欺騙難以接受 - 因此他從節目Kindon的主持陣容下車 - 廣告代言的照片也被下架 - 工作受到很大的影響 - 時隔四個多月後 - 漢昌明主持節目Check this out - 漸漸回歸 - 未來的事 - 沒辦法改變 - 但我可以改變 - 今日也傳出要回歸演員的身份 - 主演新劇Race - 被韓國玩友票選為 - 最期待付出藝人第一名的雲浩 - 這次的回歸 - 實在讓粉絲和觀眾超級期待 - 第七個TOP - 2017 年被韓國媒體曝光 - 和前YG練習生韓瑞希一起吸食大麻 - 在接受調查時 - TOP 只承認了一部分的嫌疑 - 但在最後檢驗結果 - 毛髮全部呈現是陽性的反應下 - 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0個月 - 緩刑2年及罰緩1萬2韓元 - 再次一半都繼續反送 - 真心無理由 - 當兵時爆出這樣的醜聞 - 讓他形象一落千丈 - 退伍後曾經在直播中表示 - 對粉絲一直很抱歉 - 今年隨著BitBank攜舌回歸全新單曲 - TOP 也表示不再續約YG - 五年前 TOP 曾想做出離開人事的舉動 - 當時嚴重到想要放棄音樂 - 不過讓他挺過辛苦的也是音樂 - 所以五年間他寫了超過100首的歌曲 - TOP 也將創立嶄新的唱片公司 - 也祝福他們未來能越來越好 - 第八個張賀 - 2002年憑著開朗少女成功記 - 一炮而紅打開知名度 - 之後就被韓國媒體爆料 - 張賀曾經在2000年時 - 購買尿蛋白過高的病例來逃兵役 - 雖然爆出的時候 - 已經過了三年追溯期沒有被起訴 - 但還是讓他的形象受到了影響 - 當年也就馬上入伍避風頭 - 退伍後的張賀積極振作 - 以謝謝你的愛暖身付出 - 直到2010年出演古裝劇 - 推奴讓他的事業重返高峰 - 還因此得到KBS演技大賞 - 最高榮譽大賞的肯定 - 飾演電視劇VOICE - 更是創下OCN的最高收視紀錄 - 白桑瑁 - 遺擠不住 - 他努力地工作 - 用作品重新證明自己 - 近年飾演古裝韓劇 - 洪擔心 - 口碑更是好到不行 - 這個國家 - 或許他曾經失業跌落谷底 - 但張賀珍惜每一次的工作機會 - 用實力一步步的擄獲觀眾的心 - 誰都會被骨骼死掉 - 最近我也蠻想來追洪擔心的 - 我那時候知道張賀是因為看蕭亞軒的MBA - 喔對 - 忘記了我 - 少不哭過我 - 不確定我的執著能讓你感動 - 我那時候覺得 - 這個人得太B**X帥吧 - 誰發現他竟然是韓國人 - 說到閒雲翻身 - 一定會想到韓國三大MC之一的江浩童 - 哪啊啊 - 因為主持STAKING - 強心臟等知名節目而紅 - 之後在情書和兩天一夜 - 更因此獲得了演藝大賞的認可 - 招 - 耶 - 台語劉在錡 - 並列韓國藝能界的兩大支柱 - 不過2011年卻因為 - 逃老稅的醜聞 让他發表了要隱退的宣言 随后国税局有出来帮忙澄清表示 江浩彤并非故意性的逃漏税 而是在计算过后 发现他的附加税超过了5亿 才会宣布他欠税 而之后他也缴清了所有的款项 还给自己一个清白 凭着认识的哥哥和新西游记等综艺节目 重新建立起自己的演艺事业 再让演艺生涯登上第二高峰 只能说江浩彤欧巴的搞笑能力 实在让人很难不喜欢他呀 他长得很像卡通人物 他以前好像是摔角选手还是什么的 他是摔角选手 第十个 李寿根 喜欢看综艺节目的你们 肯定都知道他是谁 不管是两天一夜 新西游记到姜食堂 都能看到李寿根乐观有趣的表现 其实他的演艺事业 可是历经过两次的重创 2005年李寿根和经纪人 被一位女性指控暴力 经过调查 两人承认确实有跟这位女性发生关系 刑暴力则是经纪人所做 但他的演艺事业也面临中断的危机 第二次是在2019年被揭露参与 体育菠菜赌博 赌注金额高达3亿多韩元 随后公开他也承认这件事情 并宣布暂停演艺活动要好好的反省 被法院判刑 监禁八个月 缓兴两年之心 反省时期到釜山剧场演出 2015时隔两年 透过SNL Korea 才又重返萤幕 并加入新西游记认识了哥哥 力拼复出 在江石棠的表现也非常的出色 经过反省后勇敢的站起来 努力带给大家快乐的李寿根 也希望他未来能持续散播快乐 第十一个李锦荣 最近在Agamma Life中饰演反派的角色 接着上导 为何是无秀才以及依法行事 处处都可以看到李锦荣的身影 时常饰演反派的他 在现实生活中 也发生过不少恶劣的事情 你超过扑克丑啊 逃税殴打后辈 2002年还因为与未成年 所以被判有期徒刑十年 缓刑两年 反省三年后 在2005年又开始复出 出演了约70多部的作品 还没表示 厚颜无耻地出现在荧幕上 自我反省的时间只有三年 却比其他演员还要活药 在风波过后还是细约不断 他的活药让韩国网友非常不满 甚至抵制 直呼是没有演员了吗 虽然说戏剧作品和人品 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只能说韩国人 对于犯法的男艺人 包容度似乎挺大的 其实对于李锦荣的付出啊 我自己也是抱持着一个 问候的态度 因为毕竟他做过的事情 是真的蛮过分 不过能挺过风波 好好反省又重返复出的艺人 在这边还是替他们感到开心 也希望他们接下来的演绎之路 可以持续的越来越好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 那对于今天付出的艺人 你们是怎么想的呢 或者是还有哪一位艺人 你也非常期待他的付出呢 都欢迎到影片下方留言区 还有我们讨论留言分享啦 那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可是你不觉得韩国真的在男女上面的 不平衡真的是蛮严重的 其实对于这件事情 我还特别上网查 就是我查到说 韩国早期 他们其实是受儒家文化的影响 就是儒家文化就是男主外女主内 女生必须要相夫教子啊 然后整种三种四的 所以以至于女生长期下来的地位 会比较低下 是直到十九世纪的时候 就是西方文化 网络资讯开始发达 传达一个 两性要平等的一个教育观念 才让这件事情慢慢的好转 像新闻也有在报说 现在韩国社会的男女人口比例 是女生比较多 所以大概在二十年后 会有一个出现什么超女时代 意思就是会比较偏向女生 在主导社会的动向 但只是新闻在评估啦 那现在韩剧来 蛮多都是会以女性的角度去拍这部片 其实韩国的一些男女差异的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有逐渐的变好 其实在亚洲社会也是啊 像台湾也是啊 就是都深深的受古代的一些思想 给影响觉得 男尊女卑这件事情 但其实对我来说 我觉得男女犯错都是一样的 就是大家也可以去思考一下 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有这种 潜移默化的觉得 犯错对女生会比较严格 对男生比较宽容 尤其是在演艺圈 这件事情是更加明显的 那到底什么是两性平等呢 我觉得还蛮值得去讨论一下的 不知道你们的看法是如何呢 大家可以交流一下想法哟